因為這個地方要打通 東岸跟西岸才會打 這邊又連結成績轉運站 市府文化局日前收到港務局申請 將西岸23倉庫夾承申請拆除 市長謝國良23日親自前往視察 聽取港務分公司說明 感謝市政府允許我們 這個夾承665坪是可以給業者彈性 他可以考慮到去拆除 但是即使他拆除完了 拆除掉的時候 他原本要文資保留 八十八坪的文章空間 還是要在這一樓二樓裡面去做呈現 由於西岸23倉庫即將開始招商 臨近的成績轉運站 預計在明年下半年開始運作 為了避免招商型態造成往內互打 市長謝國良也親自向港務分公司 高層溝通 這個我們歡迎這個設施拆除後 會有好的招商能夠進入來 那我們一定 我前幾天因為這個事情 我也打給了港務局的高總經理很多次 跟他討論一些相關的細節 那港務局有港務局的立場 他們都是希望獲得更好的租金 這一點我們是充分可以理解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再讓你們有好租金的前提下 我們希望大家招來的業態 要促進基隆的繁榮發展 然後不要往內互打 因為對面就是成績轉運站 他們也在前市府 在我就任前也都掉了 那如果業態完全一模一樣 就有可能會往內替打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希望把這個 多協助多幫助 讓這個 因為大家現在都是集中在東 這個東岸停車啦塞車啦 我們一直很努力的要疏導到西岸來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要看 要拆除部分內容 拆除部分這個設施的 最主要的想法跟情況 眼前的C23倉庫 每層樓地板面積約一千兩百坪 但港務分公司在招商時 有業者反應 夾乘會造成空間壓迫感 希望能夠提出拆除夾乘要求 經過市府文資審議之後 認為與歷史建築本體沒有影響 同意港務分公司 可以針對夾乘部分彈性處理 我們發現了幾個潛在業者 來看到這邊的部分 尤其我們進門之後 發現這個夾乘 讓我們整個商業招商的空間上面 會有一個壓迫感 所以部分業者提出這樣一個建議 那市府經過文資審議 也同意讓我們針對這個部分 二樓的夾乘的部分 能夠有一個彈性 那未來由招商業者來施他的需要 可以做保留或拆土 但是回到營運計畫裡面 所需要的保留的 八十八坪原本文創空間 這個部分 能夠持續的保留 那也是未來者 不管是在一樓還是二樓 這個商業使用空間上面 還是會保持原本營運計畫裡面 所需要的文創空間 這個就是 以上就是我們 讓我們C2C3的招商能夠更靈活 而且更有彈性 我們很樂意協助港務局共同來招商 那但是因為成績轉應戰 現在得標的廠商跟這個C23的這個 未來的招標的內容 其實未來有沒有進行相關的一個問題 我是建議大家要一併考慮 那另外我也想在這個區域做一些這個兒童職業體驗 這個文教跟娛樂的教育的一個設施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在這個區域 我沒有說一定要在哪一個地點 在區域做一些兒童職業體驗 這個部分我也很積極在規劃 市長謝國良也透露 未來希望能夠在金融港西岸 設置兒童職能體驗相關文教和娛樂設施 目前市府正在積極的規劃中 將會和港務分工師一起招商 讓金融港西岸觀光能夠更繁榮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